给大家看一下我前段时间欠杀的无花果 现在都活了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 那个无花果套袋 一定要注意就是里面的水汽 像我这段时间因为下雨 我放在外面 袋子里有那种水汽嘛 然后把那个叶子像这种叶子 都有点烂掉了 所以说最好还是要保持袋内的干燥 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无花果的根系 根系还是长得不错 这杯是那个 看一下是几号 已经没有了 但这个是没有打孔的 而且没有加水的 应该是5号6号的一杯 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 对比下来的结论 对比下来就是 5号6号是升更率最快的 而且根系比较粗壮 像1号2号是打过孔 然后浇透水的 它是升更是最满的 但也已经升更了 3号4号的话 只能说中规中矩吧 我推荐大家还是用5号6号签插法吧 这样的话升更率是最好的 就是把干的土壤放在杯子里 然后干插 然后套个袋就行了 放在阴南的地方 大概两个礼拜就已经升更了 现在这个根系我还不是很满意 但根系再多一点 我就准备夹枝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睿ů says